哈喽大家好,我是浩瑋 欢迎来到个股存股观察这个系列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这档股票 是台湾第二大的半导体通路厂 文业 该公司在过去十几年来 透过成功的策略并购之后 现在的营收已经是全球第四大 旗下所代理的半导体零组件应用相当的广泛 产品主要以类比IC为控制器 既液体IC为处理器 以及分30元件为主 去年的营业收入将近160亿美元 比前一年成长了27% 更厉害的是 公司从2016到2021 这六年的年均复合成长率为28.3 对比全球半导体市场9.7%的成长率来看 就不难看出 文业的表现算是相当的好 那以该公司近十年来的营运状况来看 初步观察下来还算是稳定 而且到今年为止 已经连续22年都有配息 现金值利率也有7%左右 看起来的确是有值得长期投资的条件 至于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再往下看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了 在开始之前 先来分享一下本周所要推出的财报整理档案 这次要分享的是 60党的会员关注个股 最新第一季的财报资料 在这份档案里 包含了这60党 近8年跟进8G的财报 另外还有近4年的月营收资料 以及计算合理价的表格 在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之后 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入ROE跟本益比 就可以计算出股债价以及合理价 这份档案主要的指标个股有 富邦金、国泰金、国票金、光宝科、联华史、日电茂、大臣、联华、台办、超峰、可成以及豫荣等等 总共60党 取得这份档案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是频道会员的话 可以直接到专属的社群里面去下载 那如果还想了解其他的个股 也可以在会员的社群里面投票 每个星期 我会把大家想要看的资料整理成一份档案 如果你对财报学习 或是计算合理价格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哦 还没有订阅的人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谢谢啦 一开始先来看文业 最近两年多来的股价走势 去年因为公司的获利相当不错 EPS是创新高的9.96 赚了将近一个股本 股价也从去年初的40块左右 最高涨到今年初的101块 仅一年的时间就涨了1.5倍 不过最近这三个多月来 却出现接连的下跌 这段时间最大的跌幅来到34.1% 从公司的月营收数字来看 年增率还是保有2到3成以上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近几季的ROE也都维持得不错 那股价为什么还会跌这么多呢 我想除了跟台股大盘的下跌趋势 以及价格偏离价值的修正之外 另外公司本身的部分也存在的一些隐忧 我们以计表的资料来看 可以看到最近的营收 已经连续四个季度都突破千亿以上的数字 每股盈余也都至少有2.5块 不过像这种电子通路股 除了营收、毛利以及相关的费用需要注意之外 另外观察的重点就是营收账款跟存货的部分 我们以最近这两季来说 营收都比先前同期增加 虽然存货也跟着增加并不意外 但是可以看到存货的周转率已经是连续两季下滑 同时也是创下前年股债以来最低的数字 这也让存货占资产比突破45% 上一次超过45%已经是前年股债时候的事情了 同时周转率下滑也代表资本运用的效率正在下降 也就是说股价的成长动能也正在削弱当中 同一时间大盘的跌幅是在16%左右 而文业因为有多了一些对于未来的担忧 加上资金涌入造成价格偏离价值太多 因此下跌的幅度才会比大盘多出一倍 至于未来还会不会再进一步的往下走 或是说要跌到什么位置才会止跌 我觉得除了大方向的趋势之外 公司本身的赚钱能力也就是内在价值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项目 这部分等一下再来观察实际的营运成绩 相信就会比较清楚一点了 看完了公司股价状况 接着就开始进行个股的观察 我们一样会从个股现况好股票符合条件 以及合理价格验证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至于目前的合理价是多少 在影片结束之后 我会再把估价的数字 连同该公司的财报档案 一起放到会员的视频里面 当做是大家练习估价的参考 有兴趣的人欢迎加入频道会员哦 首先个股现况的部分 文业是以代理半导体领主间为主 相关的应用有汽车电子、工业与仪器、通讯、消费性电子、电脑周边以及手机等等 从最近法说会的资料中可以看到 营收成长最多的前三名 分别是通讯、汽车电子以及工业与仪器 这三个应用领域也是目前公司的重点项目 那以未来十年半导体的需求都是成长的情况下 这些产品线的营收预期也可以逐步的往上走 再来从四年的月营收图表中来看 虽然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文业在前年底失去第一大客户得走以气 公司原本是希望透过扩大产品线 以及增加美系跟台厂的客户来补回失去的营收 不过可以看到前年三月的这场疫情 造成全球半导体IC需求暴增 这两年通路商的营收也连带跟着受益 文业去年的收入达到4479亿台币 这个数字不只比前年成长超过两成 同时也是公司上市到现在连续20年的营收都是成长的 虽然说近10年的毛利率已经下滑不少 但是保持营收的成长对于维持获利的稳定性来说也是一大关键 好股票挑选条件 接下来我们会从配息、毛利以及ROE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配息是否稳定 文业近8年的平均配息率为56% 目前已经连续22年都有配息 今年预计配发的现金股息是5.5块 如果以现在的股价去换算 那么殖利率大约是7.3% 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数字 如果对高现金殖利率比较有偏好的投资人 那么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档个股 不过殖利率好是一回事 建议想要买入的话 还是要了解一下公司目前的价值 然后去评估可能的风险 让自己报股可以报得更加安心 再来是现金流的部分 可以看到近8年的自由现金流当中 有7年都是负值 看到这个现象似乎有点令人担心 不过造成负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常见的资本支出 而是来自营运的现金流量 可以看到这边的数字也大多呈现负数 那去看一下详细的科目 可以发现主要都是来自应收账款增加 以及存货增加的关系 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是跟通路产业的经营特性有关 不过通常还是会建议去看一下同业的表现 那在看了大连大、至上以及真理强的财报后 发现这些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也大多都是负数 代表这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至于说怎么看公司的现金够不够 我觉得可以把重点摆在配息的状况 如果公司可以持续配出现金 而且没有异常的减少 那么就不用太过于担心 营业毛利状况 我们找了一间也是同业的大连大 来一起做个比较 首先看到的是文业的部分 去年的营收4479亿 比8年前的1078亿增加了3.16倍 虽然毛利率有下滑了三成左右 但是在费用控制不错的情况下 最后的净利仍然有成长了3.3倍 而大连大的话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不过8年的营收相较之下只增加了72% 但是毛利率的部分降幅就比较小了 只有15.9 因此净利的表现也不错 有增加了一倍 从这边可以看出 去年在电子通路这个市场 普遍的获利表现都很不错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种营收大幅增加 从长远来看并不是常态 如果后续要估价的话 那就要把这个因素给考量进来 至于计表的部分 可以看到最近一季的表现 两间公司的差距都不大 净利都比去年同期成长了4成左右 不过文业的毛利率有提升了7% 比大连大的4%要好了一点 因此才让净利有比较大的增幅 ROE是否稳定 这边我有把最近两年 三年跟五年 净利有没有跟上的数字列出来 可以看到这三个区间 在去年的获利表现不错之下 净利成长都有跟上股东权益的增加 那这部分看起来虽然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还是要注意 刚才所提到的 未来的营收成长幅度会比较收敛 需要多关注毛利 存货 以及营收账款的变化 至于计表的部分 第一季的营收 跟去年同期相比 成长了31% 跟上一季比的话 则是减少了0.9% 预期ROE的部分 近四季加起来是16.84% 大家可以针对近期的状况 下去估一个合理的数字 合理价格验证与计算 我们先从2020年的股灾来做个验证好了 在当时 因为19年的年报还没有出来 我们手边有的资料是18年的年报 跟19年第三季的季报 那么就用现有的资料 来去做个预估 先来顾一下ROE的部分 近四季加起来是10.71% 正常来说 我们会以这个数字来作为估算的参考 近期营收的话 1月跟2月都有小幅的衰退 因此在评估之后 预期的ROE或是估10% 觉得比较合理 禁止的话 2019年第三季的禁止是39.81% 我们把39.81带进来 这样子算出来的预估EPS为3.98% 3.98再去乘以股债最低的本益比7.48倍 这样子算出来的股债价为29.8块 而股债最低是跌到31.2 可以看出这个估价 也是在10%的误差范围内 再来另外一次验证 是发生在2018年第四季的时候 那这次验证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就直接把当年度的资料套进来 看看准不准确 可以看到2018年的ROE为13.27 我们把13.27带进来 禁止的话 股债最低点是发生在2018年第四季的时候 当时我们手上有的财报是第三季 那第三季的禁止是38.15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预估EPS为5.06 5.06再去乘以股债最低的本益比7.37倍 这样算出来的股债价为37.3块 而股债最低是跌到38.4 可以看出这个估价也是在10%的误差范围内 从以上这两次的验证中可以知道 一件公司不管未来是好还是不好 股债发生的时候还是会以当下的赚钱能力为主 而这份赚钱能力将会随着每个月的营收 或是每一季的财报而有所改变 所以大家在估价的时候建议有新的资料出来 就要再重新进行估算 合理价格计算 这边的股债价跟合理价的估价资料 我会连同财报在一起放到会员的社群里面 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研究看看哦 以上的资料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 或是想了解不同的个股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人 记得帮按下订阅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